宝马3C都跌到了十几万九千九 奥迪A4L怎么可能例外呢 现在直接从32万一路跌至18万起 这无一给豪华B级车市场当中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再加奥迪一直都有了超高的性价比 同时还拥有了强劲的动力 以及宽敞的空间 现在入手绝对是一个好时机 报告一方面真的是无可挑剔 最有标志性的就是它的车标 看出去非常有辨识度 再加6倍型的进气格山 以及造型别的大灯 整个车头透露着高度豪华的气质 可是车身的腰线也是非常流畅 再加19 就算轮毂 对比同级别承行 颜值也是非常能打 维部的设计 则采用了简洁的线条勾勒 更是稳重又不是时尚 同时让你开出去 还是非常的有面子 现在价格方面更是一降再降 值得价32万一千八到四十万零八 入门几百米优惠过后 已经跌着十八万就能够拿下 说真的跌到这个地步 我实在想不出 还有难管这比他性价比更高 而且这样的价格有几个消费者能够拒绝呢 再加动力层面 达的阿展的替发按级和七档师双立合并的相分为高低 功率 马力分为一百九和二百四十五 百公里加速能够达到七点九秒和六秒 扭矩能够达三百二和三百七 功率能够达到一百四和一百八 无论你是入手低功率还是高功率 它都能够给到你稳定的加速表现 同时底牌方面还采用强耀五连感度的闲架 行驶的过程中 更是能够给到你不错的舒适性 而且和四米八五八的擦长两米九零八的轴距 阿尔地的所有车型的空间 但在同体位置应当中 都是佼佼的存在 即便你身高一米八 走进后排 也是不会出 顶头或者顶腿的情况 三家座椅的靠背角度还可以调节 更是能够提升乘坐时的舒适性 靠背箱的储物容积也比较大 方便乘客存放各种物品的同时 还能够满足家庭出行的各种需求 现在价格方面跌着十八万七 真的是不敢想象 对此你会心动吗 好了 本期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